大家好,我是棒棒 今天一起来观看X战典2 电影也介绍了更多有意思的变种人 比如能瞬移的夜行者 身体能变成钢铁的钢力士 还有只能操控火焰 但是却不能召唤火焰的火人 包括这位拥有和金刚狼相同超能力的变种人 下面就一起来看片吧 通过上一部我们得知 世界上人类已经被分成了两种人 第一种就是普通人 第二种则是变种人 故事开始 一位白宫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大家介绍着这里 不料游客里居然潜藏了一位变种人 这家伙拥有蓝色的皮肤 而且还拥有瞬移的超能力 危机关头一位保安击中了他 留下的只有一把匕首 上面写道保障变种人自由 而这场暗杀行动的幕后黑手 其实就是这位戴眼镜的男子 此人名叫史崔克 身份也比较特殊 不仅是上校 而且还是一位军事科学家 金刚狼也是被他所改造的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痛恨变种人呢 原来很早以前 他的儿子也是变种人 但妻子却因为孩子而死 所以现在他打算展开复仇计划 上校告诉总统 有个学校专门负责训练变种人 而这个学校正是X教授创办的变种人学校 总统告诉这位上校 我允许你展开行动 条件是不能杀害学校中的孩子 他先是找到了万磁王 并且对他注射了一种特殊药物 从万磁王的口中询问X教授 所用的那个脑波搜索的装置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另一边魔心女潜入了资料室 查到了万磁王被关押的位置 并且也看到了上校的计划 原来上校想利用X教授 通过他的能力加上脑波搜索的装置 从而杀死所有变种人 这样看来X教授的超能力 简直是太恐怖了 金刚狼这边返回了学校 他告诉X教授 那个废弃的军营里什么也没有 自己根本没有找到有关于记忆的信息 他告诉金刚狼 有些东西需要你自己去寻找 这边豹分女和秦格雷也找到了 袭击总统的那名变种人 名叫夜行者 脖子上的伤口正是上校那个药物 留下的伤痕 另一边X教授来探望老朋友万磁王 没想到这里早就被上校安排了埋伏 他和学生雷射眼都中了招 与此同时学校也遭遇了攻击 特种部队对睡梦中的孩子们注射了麻醉剂 随着一名孩子的喊叫 其他同学都被惊醒了 这个孩子拥有声波的超能力 金刚狼也展开了反击 一个人就处理了一群人 另一边孩子们在钢力士的保护下 安全进入了密道 这家伙身体能变成钢铁 非常坚硬 金刚狼见到了史翠克 史翠克却告诉他 上次见面是在15年前 你可是我的杰作啊 好在安娜及时的劝说 金刚狼才恢复的意识 他们选择去冰人的家中 另一边 醒来后的X教授 见到了上校 这家伙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甚至于把自己的儿子都给改造了 他有着类似于X教授的超能力 能产生幻象和控制别人思想的超能力 再配合从学校抢来的脑波装置 上校就能利用他杀掉所有变种人 另一边 万瓷王发现保安和平时不太一样 原来这个家伙的身体被魔心女注射了液态铁的物质 而万瓷王也把他身体里的铁吸了出来 变成了三颗铁球 仅仅依靠这三颗铁球 他就逃出了这个塑料监狱 病人这边自己的弟弟嫉妒他的超能力 报了警 有名警察甚至开枪击中了金刚狼的脑袋 生气的火人利用自己控火的能力 把警察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暴风女的飞机也赶到了这里 而金刚狼头上的伤口也恢复了正常 大家搭上飞机准备返回学校 中途还遭遇了军队飞机的攻击 幸好万瓷王出手救下了他们 一众人展开了讨论 如果史翠克真的成功了 那么到时候全世界的变种人就彻底完蛋了 时间不等人营救行动正式开始 秦格雷利用自己的能力搜索夜行者的记忆 找到了X教授所在的位置 正是金刚狼去过了那所破旧军营 基地就藏在地下 魔心女变成了金刚狼的样貌 潜入进去后找到了控制室 他打开了水闸的大门 大家都安全来到了基地 众人分工明确 万瓷王寻找X教授 却遭遇了雷射眼 他现在已经被控制了 而秦格雷利用自己强大的能力 唤醒了雷射眼 但因为打斗太激烈 破坏了水坝 暴分女和夜行者找到了孩子们 金刚狼依靠感觉来到了一个实验室 还遇到了上校和他的手下 没想到这个家伙 每根手指也能伸出钢爪 看来他的骨骼也植入了爱德曼合金 打斗的过程中 金刚狼发现除此之外 他也拥有超强的自愈能力 最后金刚狼拿起注射爱德曼合金的管子 插入了他的身体 随着液态合金的注射 这名变种人算是死透了 万瓷王也来到了目的地 利用自己的能力 拉掉了手榴弹的扣环 解决了所有人 但X教授这边已经展开了计划 就看大家受到了影响 由于万瓷王佩戴了特有的头盔 所以根本没有感觉 他打开大门阻止了X教授 就当我们以为一切都结束时 魔星女变成了史翠克的样子 下达了另一个任务 那就是杀掉全部人类 看来这才是万瓷王真正的目的 大家赶到这里时 大门却被关住了 秦格雷通过感知能力 得知万瓷王动了手脚 在夜行者的帮助下 两人顺移到了内部 暴风女也阻止了这一切 大家回到飞机 却发现启动不了 而火人也离开了他们 选择跟随万瓷王 眼看坍塌的水坝就要袭来 危机关头 秦格雷依靠自己的超能力 一只手启动飞机 一只手抵挡洪水 帮助大家脱离的危险 却牺牲了自己 最后X战警们找到了总统 并且说出了上校的所作所为 如果真的开战 那么人类和变种人只会两败俱伤 X战警2衔接了第一部的剧情 向我们介绍了更多的变种人 并且他们都拥有特殊的设定和超能力 比如夜行者是个有信仰的信徒 和家人们决裂的冰人 还有和金刚狼拥有相同超能力的变种人 却一直是别人的傀儡 保护孩子们的刚力是 甚至于只能控火 但是不能召唤火焰的火人 电影也为后续的剧情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第二部中 秦格雷的能量偶尔会失控 还有最后他到底是生是死 这些秘密在后续也将揭晓 下期邦邦将和大家一同来看 X战警3最后之战 我是邦邦 我们下期再见